在4月14日至16日,德国总理舒尔茨率领高规格经贸团,对我国进行访问,三天时间,舒尔茨先后访问了重庆、上海、北京,三天三个支辖市,而且从跟进报道看,他到访的既有德国巨头在我国的投资,也有咱们国家的优势新兴产业,还在同济大学进行了交流与演讲,形成非常紧凑,随同舒尔茨一起访华的, 除了环境、农业、交通三名内阁部长之外,德国制造业巨头西门子、宝马、奔驰、博士、巴斯夫、拜尔等集团掌舵人都在其中,最近几天,我观察到许多官媒,围绕舒尔茨访华的解读,都是围绕咱们国家制造业崛起的机遇于未来前景,这固然是一方面,但我认为我们更应看到,在美国胁迫欧盟对华脱钩去风险的背景下, 舒尔茨与德国制造业巨头集体访华,更是德国制造业的一场脱钩之旅,之所以将德国工业对华投资称为脱钩,是有两方面含义,一方面德国有识知识认识到,德国工业的空心化与衰亡不可逆转, 另一方面德国制造业在本土被美国掏空后,需要在全世界寻找孵化德国工业未来火种的墙袍,放眼全世界,只有中国具备着环境和实力,内外夹击,德国具工业化无法阻挡, 整个欧盟的工业或者说高端制造业,是以德国为火车头的,而高端制造业投资周期长,回报见效慢,与热钱投资项目截然不同,极为需要长期的稳定性与安全性。 二战之后,特别是欧盟成立后的几十年,虽然中东发生几次战争,美国也通过轰炸南联盟等军事行动,让欧洲时刻笼罩在战云密布的阴影下, 可是过去几十年,欧盟遇到的地缘危机和安全危机都是单一的,边缘或遥远的,可在两年前俄乌冲突升级为战争后,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多次表现出急于参战的亢奋, 让战火烧到欧盟,甚至德国本土的危险大增。 从去年底开始,巴以冲突全面升级,德国更是要面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、斯拉夫人、西边的中东、东边的俄乌一同开战的局面。 欧洲工业资本从未遇过这么危险的外部地缘环境,当然如果德国内部有对工业更多资源与政策倾斜,能够对冲外部危机,那么德国制造业也能熬下去。 可是德国国内从这次朔尔茨出访,带不同政党的三个部长就能看出国内各方势力,各种利益诉求主义犬牙交错的弱平衡状态。 特别是几个月前,德国极端环保主义者以特斯拉破坏环境为名,毁坏特斯拉电路导致停产的事件,会让德国化工等与环保冲突的重工业更加心寒。 德国国内除了极端环保的撤准,还有俄乌冲突后,德国在美国和价值观的压迫下,被迫断绝俄罗斯能源,一个工业立国的内陆国家,放弃廉价而稳定的能源,就注定德国制造业必将外流。 与美是瑞多相比,投资中国是共生,内外交困下,德国制造业外流趋势不可逆,但是有牵向美国和投资中国两条路径,美国引爆俄乌冲突,默认斩断北溪能源通道的一个主要目的,就是想将德国乃至欧盟的工业基础联国端,俄乌冲突后,外流到美国的德国制造业,绝大部分是资金、人才、技术、资本、产能。 这些要素一起转往美国,然后从美国出口全世界,这种迁徙模式等于德国数十年培养的工业企业,直接变成美国企业,在美国的所有产出利润,也归美国系统收税,所以德国和美国的工业外流,是胁迫和乐多式的收割。 反观德国制造业投资中国,虽然将核心产能搬到我国,但是德国人保留了集团总部,绝大多数企业保留和加强了研发中心。 这种合作模式,德国企业在中国直接产业升级,产能扩张,作为外资直接享受我国庞大市场的红利,部分高新技术岗位,以及部分企业利润,还能回流德国本土。 德国企业两条外迁路,咱们这边的双赢共生,显然甩美国的肉包打狗是掠夺几条街,中国全门类制造业体系,先进物流,新能源革命必然赢在未来,改革开放四十年,中国经济尤其是实体制造业的高速发展,世界有目共睹,德国政商团深入我国三大城市,也是想深入感受我们的工业脉搏。 咱们国家十几亿人的庞大统一市场,能够确保德国任何一项科技创新,在我国华为产品后,都有足够大的第一批客户,与其他人口大国相比,咱们国家的先进物流体系,确保产品能够快速而廉价的来到消费者手中,这是任何碎片国家市场,以及多人口穷国都无法实现的。 至于过去几十年积累的庞大专业产业工人群体,以及每年一千多万高学历人才,需要的就是外部技术与资金砸进来,只要德国资金赶投,咱们几年就能卷出一批独角兽,相比较人均GDP,人均收入,早已超出匹配工业过数倍的美国,违背经济规律的强推制造业回归。 咱们几十年形成的制造业基础优势,是最适合承接德国制造业海外转移的,更何况中美芯片之争,制造之争,最终还是能源与生产资源的竞争。 中国早在十几年前,就大力推动的新能源变革,早已跨越成本临界点,全球遥遥领先,与2022年来去匆匆的一天形成相比。 这次德国人做了充分的准备,德媒称作为总理,他从来没有访问过一个国家这么长时间,出访名单表明,企业管理层和政府都认为没有中国不行,这是德国以及欧洲的实际情况所决定的。 舒尔茨自2021年12月成为德国总理以来,给外界的印象总是犹犹豫豫,缺乏魄力,与默克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 从某种角度来看,与其说是舒尔茨率领德国企业代表团到中国访问,不如说是德国企业界,在推着舒尔茨前往中国。 中国已连续八年,成为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,中德关系也已保持了至少14年的稳定,各方面合作广泛并且顺畅。 德国各大企业都是这种关系受益者,今年又是中德建立全方位站立伙伴关系十周年,有哪家德国企业不想在中国市场更上一层楼? 舒尔茨对中国之行进行了精心安排,或者说有高人在给他出谋划策。 法国总统马克龙去年是先北京后广州,舒尔茨这次是先重庆后上海,在北京,想把气氛一步步烘托起来,先商业,后政治,跟法国人反着来,第一站为什么是重庆? 2011年3月开行的于兴欧,首开中欧班列先河,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,重庆借助于兴欧,成功打造全球最大笔电制造基地,得益于中欧班列的蓬勃发展。 杜伊斯堡也由德国钢铁之都,转型为欧洲物流中心,重庆是中国西部经济中心,有许多德国企业都在这里投资。 截至2024年2月,德国累计在于设立84家外资企业,再加上中国西南地区庞大的德国企业群,舒尔茨访华第一站选择在重庆,绝不是心血来潮。 他向德国国内传递了一个信息,与中国脱钩是不可能的,第二站选择上海,上海是中国经济中心,上海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中国人的消费能力,这是一个市场信号。 在美国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,制度性对手的背景下,冯德莱恩还有绿党政客,也在逼迫德国企业,对中国搞所谓去风险和分散投资。 90%以上德企并不想离开中国,但他们都需要德国政府的背书和支持,以确保企业的发展方向和经营策略,所以舒尔茨作为德国总理必须来,而且还得表态支持中德合作。 但对舒尔茨本人来说,他是顶着巨大压力,第二次踏上中国大地,他谈不上诚意满满,只是为中德、中欧的务事合作而来,他释放的信号是积极的,但德国三党联合政府仍然是各追各号,他回去如何落实访华成果也是个问题。 德国经济部长并没有跟着舒尔茨来话,就是那个说对中国不能再天真的哈贝克,中国不想给德国上课,德国也不要想着既要又要,务事合作是最现实的选择,否则学费将由德国人自立。